你好,今天来说说关于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国家破产,今天很多的新闻铺天盖地的视频也很多,也看到一些挺逗的,斯里兰卡的人跑到总统府,跳进他们的游泳池,进到卧室里面躺在床上一大堆人,然后跑到总统的卫生间洗澡,在楼里面走来走去,然后另外是昨天火烧了总理府,总理府也被火烧了。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一个家族对斯里兰卡的这种统治,几十年来的这种统治和掠夺和侵占,使得斯里兰卡的普通百姓越来越穷,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家族,就叫拉贾帕克萨家族,这个家族实际上斯里兰卡是个民主体制,但是它被执行坏了,它被这个家族侵占了,侵蚀了,掠夺了, 这个民主体制下的权利,当然这当中呢,也有其中有五年,算是比较干净了一点,但是19年又卷土重来了,那么现在呢,争议比较多,也有网上有很多的新闻,各国家的分析,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造成这个债务陷阱啊, 其实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并不全面啊,或者不是特别准确啊,我一会再说,我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啊,先说这个拉贾帕克萨这个家族,他的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的名人呢,是当地的, 斯里兰卡当地的一个酋长,当时呢,还没独立啊,当时呢,还是英属殖民地,斯里兰卡呢,历史上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么在1948年才开始独立的,就成为了一个自治领啊,自治地啊,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啊,英国派个总督,完了啊, 啊,然后其他的这个这个不用管了,他们就自己行行事上的总督啊,然后自己这个自治啊,那然后呢,这个第一代的这个这个家族祖先呢,是当地的一个酋长,第二代呢,叫达拉贾帕克萨,这个达呢,他是1948年,这个斯里兰卡独立的时候的一个政治领袖啊,一个政治人物啊,当时就就是他们也有家族势力啊,所以呢,他一呼百应啊,也有这种影响力,所以呢,也算是 一个知名的政治人物啊,斯里兰卡建国的时候,那么1972年啊,成立了斯里兰卡共和国建国了,1948年,当时叫西兰啊,西兰的这个名字呢,在美国超市里常见啊,美国有一超市里卖那个西兰红茶很多啊,你要是说买茶叶进美国超市,你就会看到,那核的啊,西兰红茶,斯里兰卡出的啊,也是他的出口大象,那么现任总统呢,就是逃跑啊,现在逃跑了的那位,不知去向了,叫哥塔巴耶, 拉甲帕克萨啊,哥塔巴耶呢,是达的儿子啊,他们一共是哥四个,哥塔巴耶一共兄弟四个,这个家族呢,这四位兄弟呢,的职务啊,你可以来听听啊,我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啊,他的弟弟呢,叫马辛达拉甲帕克萨,这个马辛达呢,是2005年到2015年,当了10年,斯里兰卡总统啊,就是他的弟弟,当了总统,然后这个哥塔巴耶呢,是 这个2009年结束的,这个这个斯里兰卡内战啊,当时有这个帕米尔蒙湖组织啊,这个斯里兰卡内战也持续了几十年,哥塔巴耶呢,是这个政府军的首领啊,所以呢,他是有军权的,所以他是当时呢,是帮助斯里兰卡呢,扫清了国内的内战,同时呢,这个哥塔巴耶也有美国国籍啊,在美国有这个,他生活过六七年,有美国国籍的啊,后来回到这个 这个98年啊,再到移居美国啊,然后是05年又回到斯里兰卡从政啊,那么这个他弟弟啊,马辛达,当了十年总统,那么他的三弟叫扎马尔拉甲帕萨克,是斯里兰卡的议会议长啊,然后呢,他的四弟叫巴兹尔拉甲帕克萨啊,这个巴兹尔呢,他是这个财政部部长,所以你们看得出来,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政府啊, 这个权力组成,老大大哥啊,是总统,这个二弟啊,是这个总理,三弟是议会议长,四弟是财政部部长啊,所以能看得出来这个这个家族是怎样,趴在斯里兰卡这个这个印度洋的明珠上面啊,趴在这个国家上面怎么样去掠夺,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家族权力垄断的一个形态,另外呢,也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称呼啊,比如说这个巴兹尔啊,这个 这个这个四弟呢,他的外号叫百分之十先生,为什么呢,Temper Sun先生啊,Mr.Temper Sun,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在所有的斯里兰卡的项目当中啊,大家都知道他要拿百分之十回扣,所以这也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啊,所以他的外号叫百分之十先生啊,另外这个家族在海外啊,有的资产 据说呢,是一百八十一啊,我看过斯里兰卡,现在他们有一些,其实斯里兰卡呢,还是有一些言论自由的啊,并不是一个完全集权的啊,他属于一个家族威权啊,当时当然他也有这种民主体系的啊,另外呢,来说 这个家族的,巴兹尔的老婆啊,是管理这个家族基金的,他有一个拉贾帕克萨基金会啊,这个基金会管理大量的钱啊,由这个他这个四弟的老婆管理啊,然后呢,这个马辛达啊,二弟,二弟的大儿子呢,是体育部部长,二弟的二儿子啊,是总理府的这个办公厅主任啊,所以你能看得出来 这个哥塔巴耶啊,拉贾帕克萨这个总统,这老大,大哥,他二弟呢,是总理,然后呢,总理的儿子啊,他的他的侄子,担任总理办公厅主任啊,所以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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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就完全被这个家族给掌控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组成啊,所以呢,在斯里兰卡呢,也有长期以来的这种腐败啊,家族权力垄断,群带关系非常多啊,我只说了一部分,然后我从网上查,这简直太多了啊, 什么他们七大姑,八大姨,什么女婿,庆姐,担任什么职务的,一直对啊,垄断了当地的这个,基本上一些主要的行业,来钱的行业都被垄断了啊,这里还有一个特别逗的新闻,就是当年的这个马辛达,可以来说说这马辛达,马辛达是值得说,因为呢,他是05年到15年,当了10年的斯里兰卡的总统,所以呢,斯里兰卡的现在的国家破产,并不是这个一夜之间, 出现的,他是几十年来,一步一步一步形成积累的,到现在将近500多亿美元的这个外债根本还不起啊,一共20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土地面积不大,相当于10个上海,就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啊,那么这马辛达呢,当总统的时候呢,他呢,干过一件事啊,他呢,就是,因为这是在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新闻, 我突然想起来,哎,前一段看过一新闻,我找到了啊,马辛达当总统的时候呢,他派了一个斯里兰卡驻美国大使,派到美国来了,这个大使这人呢,这哥们呢,叫这个贾利亚,这哥们叫贾利亚,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给这个斯里兰卡驻美国大使呢,买大使馆呢,买这个楼,买一栋楼,作为大使馆的这个办公地,这个地点呢,就在这个200,这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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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俄明 Avenue啊,怀俄明街啊,在那儿, 2140几号啊,就在那儿啊,买了那么一栋楼,买了一栋,他通过买这个楼呢,得到了回扣呢,33万美金啊,那栋房子呢,当时卖的卖价呢,大概400多万啊,然后呢,他拿了33万美金的回扣,然后这事呢,被美国的这个金融犯罪调查局给抓出来了,给发现了,给抓出来了,然后呢,美国的这个特区,华盛顿特区的这个检察官呢,把他给起诉了啊,今年4月呢, 刚刚认罪啊,这因为上了美国的新闻,我在看,我突然想起来,前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跟斯林拉罪有关的,什么事啊,我捣出来是这件事啊,然后呢,美国的检察官呢,说,这个非常可笑啊,你用自己国家人民和政府的钱,你从那里去偷窃,然后呢,他把这笔钱的这个回扣呢,给他在西海岸的女儿呢,叫萨林迪啊,买房子,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就这帮家族垄断权力的,都是 在海外有身份啊,刚才我说的这个,哥塔巴耶是有美国国籍啊,这个老四巴兹尔也有美国国籍啊,他现在就是美籍,他现在他美籍这个白这个斯里兰卡人啊,有美国国籍的,老婆孩子什么亲属啊,反正是这个,不需要在斯里兰卡在那儿管钱的呢,都都已经弄到国外去了啊, 所以才会有180亿美他们的家族资产啊,这个是斯里兰卡的一些自由人士和一些民间调查官啊,发布出来的,斯里兰卡的一些小的新闻能看到啊,也有很多的民间的讨论,这个数字呢,不能准确的调查出来啊,因为他这家族垄断啊,在这在这扛着呢啊,所以呢,这是马辛达干的事啊, 另外这马辛达呢,还干过很多的事情啊,这个他在竞选的时候,2015年竞选的时候,2015到2019年,就是这个19年,逃跑这位叫哥塔巴耶,拉贾帕克萨啊,哥塔巴耶和他弟弟之间,有五年的空档,这五年的是另外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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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啊,另外一个叫叫叫叫叫西巴西巴塞纳啊,这是一个民间人, 这是来自民间的一个普通的学农业的一个人啊,也是一个反对派,他当选总统的时候,2015年年底啊,上任的时候,在他演讲当中就说,斯里兰卡多年以来被一个家族控制啊,他说的就是拉贾帕克萨啊,当然他只干了一届啊,他自己宣称要干一届,他也只干了五年,因为他也没,他那么多人脉关系都是人家这个拉贾帕克萨家族的,你根本弄不动,所以这哥们干了五年就下去了, 然后呢,这2019年啊,这个这家族又来了啊,卷土充来了,那么在这个马辛达在2015年 竞选总统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有过报道,2018年是纽约时报有过报道,就是他有很多的大笔的捐款资金,来自于这个中国的一些,比如说香港的一些公司啊,汇到他的账号里面去,当然这种国家呢,他独裁啊,就是他家族控制权力太无所谓,所以他破绽很多,他都不屑于 去做账啊,或者弄点什么假的手续,不屑于干这事的,所以轻易的就能查到啊,他在竞选期间呢,大概收到了760万美元,这是来自纽约时报报过的啊,这是来自香港的一个账号,那香港的那家公司呢,是在斯里兰卡有很多基建投资的啊,所以呢,这里面有很多的文章,所以你看这种只要是这种垄断权利的家族啊,一般是比较好腐蚀,比较好拉拢和这个贿赂的, 就是你们家,你看你们大哥,还有这2D,3D,4D啊,全家都有这只在包或7的姑姑,8大姨,什么远方亲戚乱七八糟的啊,这没法说了啊,群带关系太多了,所以这种呢,你只要把他们家族搞定,基本上斯里兰卡就搞定了啊,很容易,这个呢是这么一件事啊,那么这个被破产到现在呢,大家争论比较多的啊,就是他到底 是不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债务陷阱啊造成的,我觉得呢,并不是啊,我也看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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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啊,不是BBC啊,有个纪录片,就是他去调查,BBC的派了一个记者去调查网上有啊,中文的,大家可以去看用中文字幕的 去调查斯里兰卡到底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啊,也看到在当地,包括港口啊,机场啊,会展中心啊,还有一个新建的一个海港城啊,就是填海造成啊,一个很大的一个一大片建筑群啊等等,项目非常非常多啊,斯里兰卡当地也有大量的中国的建筑工人啊,中国的这个这个个体商贩啊,在那儿甚至说街头卖手机壳的全是中国人啊,根本就不需要说这个斯里兰卡当地语言,那是中国人啊, 满街头是啊,说这种有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呢,并不完全是啊,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投资呢,它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而且这东西呢,它并不着急让你还钱,或者说呢,你如果就是赖着不还了,其实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投资呢,是个双刃间啊,就是这个钱你扔在那儿了,就像这种情况,这个家族跑了,这个人民上街抗议,把这政府推翻了,那你这个人家族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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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家族抗议,这个人家族抗议,这个人家族 你这钱怎么办,那这就根本就拿不回来啊,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风险,但是呢,中国的这个投资呢,是有两个原因啊,两个特征啊,一个呢,它是商业贷款利率,它跟这个世界银行啊,还有什么开发银行给斯里兰卡的贷款的不一样,它是商业贷款利率,另外一个呢,它是这个基础设施方面,在这上面投资的啊,所以呢,你看其他的像这个世界银行啊,什么其他的地方啊,给斯里兰卡他们这些的 贷款的基本都放在什么医疗啊,教育啊,嗯,什么农业技术啊,就是人这个社社会发展啊,等等这方面,但是中国呢,主要是这个大楼啊,什么铁路啊,码头啊,机场啊,基础设施啊,都是这个,所以这些东西你也搬不走啊,你把钱给他,你都搬不走啊,所以中国呢,就会慢慢的取得一些,这个换取一些,这个使用权啊,就比如现在争议比较大的,这个有个港口啊,在斯里兰卡拿了99年的这种贷款的贷款, 使用权啊,控制权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并不是,而且中国的贷款呢,只占他的比例呢,并不是特别大啊,只占65亿,当然这个数字呢,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呃,但是,你想,他这个家族自己在海外的资产,如果真的有180亿,那你中国的这点钱,对这个家族来说,根本是不算什么, 而且BBC呢,也,他的调查这个记者呢,也发布了一个2017年,就世界各国啊,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些国家呢,他欠中国的这个债务,占自己本国GDP的比例啊,占的比较高的呢,你看这个排第一,这是2017年啊,就是欠中国的债务,占本国GDP的,比较高的是这个吉布提,占到68.5%啊,所以吉布提有有中国的这个海军的一个, 不能叫军事基地吧,那也正常啊,这么多钱,你这吉布提都是我帮你建的,我们弄个海军军港还不行吗,占了吉布提68.5%啊,然后排名第二的呢,是刚果,啊,刚果是48.7%,啊,占他本国GDP的,就欠中国的这个债务啊,然后呢,后面是什么汤家呀,什么马尔代夫啊,呃, 是这个哪儿,这个哪儿,哎呀,呵,就在嘴边上,啊,嗯, Comonia是哪儿啊,这个,呵,嗯,柬埔寨啊,柬埔寨啊,然后呢,你看这个斯里兰卡呢,只占8.4%,啊,就是斯里兰卡的这个国家,欠中国的国家债务,占他本国的GDP呢, 只占8.4%,啊,并不是特别高,而且斯里兰卡的这个债务,现在来说将近500亿吧,500亿,500亿的话,他这里面将近也就10%啊,是中国的债务,而且他很多是这个固定资产啊,我说不还了就不还了,他还不是那种急需的,所以跟这个国家倒台呢,并不是直接因素啊,是因素之一,就是他的国家债务的因素之一,但是绝不是直接因素,因为斯里兰卡呢,他是需要了大量的外汇的买粮食, 买石油啊,他你看他,他现在就是国内的,所有的这个外汇,都已经亏空了,没有了,没有钱了,所以他买不着外汇,买不着石油了,所以斯里兰卡没法加油,煤炭也进口不了,那些燃料也进口不了,所以斯里兰卡在停电,所以这些东西关系,民生直接切身利益的,那老百姓就急了去抗议了,您那高楼大厦在那摆着不挣钱,我没钱给你,我可以赖着不还,其实中国呢,是双人家,对中国是不利的,你要不来钱,那你拿, 他一个精英权有啥用呢,你比如说港口,可以可以用,你说弄个机场啊,什么弄个会展中心呢,你的大楼在那搁着啊,他们也没用,所以呢,我觉得并不是中国的这个债务陷阱,所谓的这种债务陷阱的,我觉得并不是,一带一路不是,起码在斯里兰卡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啊,斯里兰卡就是被自己的这个家族给玩坏了, 他现在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举债太高啊,他是从2016年以后,他的债务飙升的,2016年以后债务飙升,他呢,再有一个呢,2019年,这个谁呢,这个哥塔巴耶呢,为了竞选总统呢,夸下海口,要减税啊,大面积的减税,你这样减税呢,政府就没钱了,政府收入就少了, 所以你就没法拿钱出去买粮食,买石油,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岛国,他没有任何,他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啊,所以他石油是一定要进口的,医疗用品啊,包括糖啊,豆类啊,穀物啊,药品啊,等等啊,所以他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进口,他没有外汇就完蛋了,这是一个减税啊,造成现在的原因,还有呢,就是这个疫情啊,斯里兰卡是个旅游的国家,是旅游是主要收入的,斯里兰卡的这个景色很漂亮啊,我还曾经 以前打算去马尔代夫啊,去斯里兰卡玩玩啊,很漂亮,照片就在美国的宣传网站上,很多照片啊,视频很漂亮啊,美国的YouTuber拍的那个斯里兰卡也很漂亮,所以他是旅游,但是你一个疫情,这旅游就完蛋了,就没法做了,2020年年初到现在,所以他没有外汇收入了,旅游是给他带来最大外汇收入的,这旅游影响很大,再有一个2019年呢,他还有一个系列的恐怖袭击,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斯里兰卡的几个教育, 几个酒店,同时发生连环爆炸,死了200多人啊,这个造成很多外国游客不敢去了,说斯里兰卡这个,还是有他的这个国内内战的问题啊,原来遗留的因素,所以呢,这几个原因啊,使得这个斯里兰卡到现在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主要是这个家族,家族控制这个政权啊,他有一种,虽然是一个民主的体制,但是被这家族完全控制了,拿,把它偷窃了,把这权力给他, 偷偷偷到手里了,就可以胡来啊,胡作非为,你想他控制这个权力,他无非就是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他不会考虑斯里兰卡人的死活,斯里兰卡国家未来的发展,我只是满足我的利益就行了,所以他才会把他的子女,把他资产弄到国外去,将近180亿啊,这也是一个天分数字了,就是这种小国家贪污腐败啊,这种这种这个这个这个家族性质的啊,就是最容易拉拢腐蚀了,给点钱就干, 而且我相信呢,他们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大量的这种基建啊,投资,然后找国外借的钱啊,当然他是综合原因,这个债务是综合原因,然后他没钱进口了吧,就造成他国内的经济又不行了,形成了这个恶性循环,他没钱进口的突然停电,斯里兰卡本来其实还有这个出口业务的,你在美国你去看啊,美国的游戏里维斯,里维斯牛仔裤好多是斯里兰卡生产的, 还有呢,就是那个女性的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啊,维密,维密也有好多是斯里兰卡生产的,所以斯兰卡的这服装出口每年有五,有五十六十亿美元的这个净收入啊,所以你这样,你国内如果说没钱买石油了,不能发电了,总是停电,而且你这个工人都上不了班,你没有公交车呀,连公交车都做不了了,那你这工厂就别开了,你工厂不开,你出口又又又又不行了,那你就成了恶性循环了,斯里兰卡现在也有很多新闻,就他这些工, 服装工厂的订单都已经被印度啊,被别的国家拿走了啊,所以呢,这个,而且他原来还有宝石出口业务,茶叶啊,茶叶呢,其实是他的大的这个客户呢,是俄罗斯,那么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啊,俄罗斯被制裁,他的茶叶也没法出口给俄罗斯了,所以呢,这就是综合原因,再加上这个家族,长年把持这个权力,所以才会有斯里兰卡的人啊,跑到这个总统府去啊,冲到这个总理府去,总理府是他二弟啊,他也当过前任的 十年总统,就五年稍微干净了一下,19年他又传,家族又卷土重来了,又重新在这个,在这个斯里兰卡把持这个权力啊,满足他们国家,这个家族自己的这个私利啊,大致是这么一个原因啊,主因,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家族,家族的这种独裁啊,集权,那么这个无国界新闻自由指数啊,有一个排名,这个斯里兰卡呢,排名2022年呢,是146啊, 所以呢,这个家族呢,在国内也干了很多事啊,打击异己啦,关闭这些这个民权律师啦,然后呢,抓很多异议人士啊,这个控制这个传媒啊,另外呢,在这个各议会里面,安插了很多的自己的人啊,所以他虽然是个民主体制,但是他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搁在这议会里头,什么乡里乡亲的啊,自己的什么亲家呀,还有自己的这个门生学生啊,等等吧, 把他们啊,安插在里面,那你就完全变成了他们自己家族的个人利益的这个这个绝金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呢,这个斯里兰卡人如果说常年被这个家族这样控制,这个这个跟独裁没有什么区别啊,他们实质性是独裁啊,表面上是一个民主国家, 虽然他选举的时候也要进行这个,去去去进行这个唱票啊,有这个过程,所以才会有五年啊,2015年的时候,他们家族啊,这个权力旁落了,旁落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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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所谓的这个来自民间的一个总统啊,是这样的,所以斯里兰卡到现在啊,真的是一个综合原因造成的,我觉得主要原因是这个家族的问题,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 还不一定是疫情之类的,我们今天 irgendwie怎么能看到不要说的这个啊,这是什么的? 听什么的? 听什么的? 听什么? 听什么的? 谢谢观看